國際帕奧會改變主義 禁止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 參加北京冬季帕奧會 梅志輝報導 2022年北京冬季帕奧 明天即將開幕 但面對多國表示會退出所帶來的壓力 和避免在選手村內日益增長的敵意 帕奧會經特別會議討論後 正式宣布禁止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選手參賽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攻擊 原本國際帕奧會在昨天表示 俄羅斯及白俄羅斯選手 可以改以中立身份參賽 而國旗改為以國際帕奧會期代替 成績亦不列入獎牌榜上 但這個安排仍然受到多國的強烈批評 國際帕奧會主席帕辛斯表示 低估了大部分人對俄羅斯及白俄羅斯運動員 參加比賽的負面反應 有很多參賽國與他們表達意見 所以如果大會不改變決定 可能會對2022年北京冬季拍奧會 帶來嚴重後果 有些國家甚至會以退出賽事表達抗議